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会时演绎第317节。 小少爷想到陛下学习,可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夏洛特也客气地回应,傅先生,您别小少爷小少爷的。从前,施本尔老先生确实跟孩子的父亲交情不错,不过在这育科学校,没有身份的贵贱高低,大家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亲存多夫毕竟年少,见到生人有些害羞,站在母亲身边一言不发。 傅朗开看着亲存多夫,道,你母亲的确是知书达理,他说得不错,被录取到育科学校来学习的人,大多是家境贫寒的草根弟子,不少人还是残弱顾,像你这样拥有高贵的世俗身份的学生,在本校还真的是凤毛麟角。 你失去生父,也算是孤,施先生又是你的教父,假之,你们亲存多夫家也常年为我们敬钱运动捐资处理,所以,我很愿意收录你在本校读书。 夏洛特赶紧道谢。 多谢父先生收录小儿之恩,不是我故意夸赞我这个儿子,他确实从小就立志献身于主的事业,小小年纪时他就很会灵修祷告,还会读经讲道呢,应该是个可造之才,他在您这里受教,还请您对他严加管教,以免他骄傲起来犯自以为是的毛病。 说完这话,他又跟亲存多夫交代了几句,然后回复去了。 可是,夏洛特临走前讲的这几句好话,却让傅朗开产生了大大的误会,他以为亲存多夫不过是个金鸠收缭之徒,凭借着自己是伯爵的身份常常妄自尊大。 这种偏见让傅朗开对亲存多夫的品格产生怀疑,以至于不但没有好好的栽培他关怀的,反而对他处处存着戒心,甚至找人监督他的言行。 这让亲存多夫在玉和学校的头三年里吃进了骨头。 为了对付亲存多夫的骄傲,让他谦卑下来,傅朗开嘱咐校方把亲存多夫安排在比他学业程度更低的班级里。 老师也故意地对付这位贵族学生,亲存多夫稍有些微的过失,他们就当众羞辱他惩罚的。 并外,傅朗开请来的给亲存多夫陪读的导师知道傅朗开不太喜欢这名贵族学生,于是常常捏造事情向傅朗开打小报告,甚至不惜诗迹诬陷亲存多夫。 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让傅朗开越发心烦,觉得亲存多夫叛逆多恶,惹是生非,甚至觉得他说谎虚伪,爱慕虚荣,根本不适合继续待在玉和学校,最后差点考虑要把亲存多夫送回家去。 虽然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羞辱,但是亲存多夫却凭着毅力坚持下来,他在学业上进步飞快,成绩优异。 他好像成绩了外婆的语言基因,很快能用希腊文阅读,新约圣经和希腊古典文学著作。 除了母语德语之外,他的法语和拉丁语也达到相当熟安的程度,并展现出出口诚诗的天赋才华,美美作诗,灵感便如滔滔江河奔涌而出。 在这段时期,亲存多夫的属灵生命越发成熟,他在育科学校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不久,他找到了五个跟他年岁相仿,信仰一致的男同学。 他把这些小伙伴召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彼此造就,一起祷告,一起查经,一起分享从神而来的领受。 某日,时机常熟,亲存多夫对小伙伴们说。 弟兄们,这些天来,神的灵一直在激励我。 前些日子,我曾经读过一篇来自东印度地区宣教室的报道,深受感动。 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要承认基督为主,也要带领各种人等归向基督。 我们都记得主在升天前,交代给每一个圣徒的大使命吗? 那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级。 为此目的,我们自己要过一种敬虔的生活,还要好好地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 我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小小组织,来为这项事工作准备。 弟兄们觉得如何? 同意,同意大家一致赞成。 太好了。 亲爱的弟兄们,主当年在教导门徒时,曾经说过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园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塑在它的枝上。 芥菜种虽小,有了神的祝福,必能知凡叶茂。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小小团体,能像芥菜种那样,有一天可以百叶繁茂。 我想,我们这个团体,就叫芥菜种团契吧。 同意,同意,大家又是一致赞成。 亲弟兄,你就亲自来领导我们这个团契吧。 在大家的推代之下,亲曾多夫高兴地担任了芥菜种团契的领袖。 他随即为团契制定出章程,要求团员,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关爱世上所有的人, 要勇敢地向世人为主做见证,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主, 要在言语上、行为上活出圣徒应该有的模样,要遵循主的教训。 彼此相爱,远离世俗诱惑,基督徒需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 也要与其他基督徒有广泛的、敞开的交通。 所以,要在信仰上保持合一,要破除宗派思想和界限, 要消除宗派间的隔阂,要是基督为自己亲密的朋友, 跟他维持坦率的、不间断的交通, 要援助所有因跟随主而受到逼迫的人, 要肩负起大使命的担当,利用任何机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钦尘多夫还请人为每个团员打造了一枚戒指, 让他们佩戴上,戒指上面用希腊文刻着, 没有人应该为自己而活, 意思是提醒每位团员为主而活。 他还为戒菜种团器设计了徽章, 徽章上面的文字引用了, 以赛亚书中预表弥赛亚的经文的意思, 一面刻着因基督的鞭伤, 另一面刻着我们得到医治。 戒菜种团器萌芽时期, 只有以钦尘多夫为首的六个青少年, 低调隐秘,不为人所知。 几十年后,在神的祝福下, 这个团器竟然发展成了一个跨国家, 跨宗派的精英组织, 有许多亲戚磊落, 着一出群的圣徒都硬要参加, 其中包括一些地位显赫者, 比如有军队的将军, 政府的高官, 美国州长, 天主教红一大主教, 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 丹麦国王, 等等。 戒菜种团器这种全球性的思维, 努力拓展人脉的做法, 也为钦尘多夫日后向世界各地派遣宣道士的福音拆传事工,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钦尘多夫在哈雷玉科待了近六年, 其间虽然承受了不少因别人误解带来的委屈, 但他没有失去起初的心智, 他忍辱负重, 魔力锋刃, 在学业上的突飞猛进自然无话可说, 在灵命成长上更是无人堪比, 以至于三年之后, 他完全翻转了傅朗开校长对他的误解和纯解。 副校长从此对这位后生刮目相看, 大胆地预见他将成为为神所用的大忌。 在钦尘多夫即将预和毕业之际, 副校长甚至毫不吝啬地给了他一个预言性的评价。 有朝一日, 这个年轻人会成为我们哈雷的骄傲, 甚至会在世界上发出夺目的光彩。 哈雷玉科毕业之后, 青尘多夫顺理成章应该进入哈雷大学攻读神学, 可是正当他愁愁满志, 装备就绪之际, 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大泼冷水。 你这么优秀, 又这么聪明, 读神学专业有什么用? 修读法律专业将来才能大有作为呀。 这让青尘多夫左右为难。